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还有望推出纯电动版车型 此外 从此前曝光的信息来看 新一代宝马X3将有望在中国进行国产 而且很有可能是一款长轴距版车型 在今年广州车胆上亮相的宝马M760i车型 现在有消息称 该车有望在2017年1月14日正式上市销售 新车搭载了一台6.6升V12双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为609马力 传统系统匹配的则是八速自动变速箱 同时配有社区系统 百公里加速仅需3.7秒 目前上海大众正式公布了图观L部分车型的售价 其中搭载1.8T发动机的330TSI旗舰版定价27.68万元 而大达2.0TSI发动机的380TSI旗舰版 以及自尊旗舰售价则分别为31.98和35.98万元 至于其余四款车型的售价 大众将会在2017年1月18日正式公布 近日有消息称 12月29日临时新一轮成品油零售价调整窗口将开启 近期国际原油价格受利好消息的提振 持续高位震荡 受此影响 国内原油变化率持续振之类小幅上涨 下周国内成品由价格或赢来上调 尼姆三连长或落实 小编觉得持续还是不评论了 赶紧加油去吧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汽车微报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大家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当然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博 微解尔汽车获取最新的消息 汽车资讯微解播报 愿各位周末过得愉快 我们下周再见咯